这个世界很多人生活看似风风光光 可是风光的背后其实也是一地鸡毛 比如说前港姐朱玲玲 很多人羡慕她的生活 自己60多岁依然漂亮 跟罗康尔瑞感情和睦 同时很多人认为她二婚还可以在下百亿富豪 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另外朱玲玲的几个儿子 霍启刚 霍启山 都是非常出色的年轻人 朱玲玲的人生真的太完美了 可是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绝对完美的生活 很多人风光的背后 其实生活是一地鸡毛 只是我们普通人看不到而已 朱玲玲的妻子罗俊成要当爸爸了 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可是这一切对朱玲玲来说 却是非常尴尬的事情 2020年 罗康尔瑞的儿子罗俊成结婚 当时他就没有请罗康尔瑞跟朱玲玲出席 其实这也说明他们之间至今还是无法融入在一起 事实上 罗俊成一直无法接纳朱玲玲 毕竟他始终认为朱玲玲的出现破坏了他们的家庭 这个事情也是让朱玲玲足够苦恼了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罗家目前一直在争夺家产 已经持续几年 2000年 罗康尔瑞跟原配妻子何金杰离婚 差不多同一时间 朱玲玲跟霍振廷也出现了婚姻危机 两个人开始冒合神离 2005年 朱玲玲也是正式跟霍振廷离婚 不久之后 朱玲玲跟罗康尔瑞走到了一起 事实上 罗康尔瑞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朱玲玲 不过朱玲玲最后选择了霍振廷而已 2008年 朱玲玲跟罗康尔瑞在新加坡结婚 举行了一个浪漫而温馨的婚礼 为何选择在新加坡 那就是因为顾及罗家跟霍家在香港的影响 所以特意选择去新加坡 同时 他们也没有邀请太多的香港名流富豪 只邀请自己最好的朋友 为了表明先计 罗康尔瑞曾经想把自己一半的家产分给朱玲玲 因为这些都属于两个人的婚前财富 理论上是跟朱玲玲没有关系的 罗康尔瑞为了让朱玲玲吃下定心丸 也是主动提出了这个想法 朱玲玲也不是见钱眼开的女人 她主动拒绝了 让罗康尔瑞把家产留给何经杰生下的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 朱玲玲这个举动看似落落大方 可是这是在外人看来 可是在罗康尔瑞的子女看来 或许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们会认为这些财富本来就不属于朱玲玲 她放弃也是合情合理 他们可不会因此而感谢朱玲玲 何经杰这个女人其实也是可怜 她跟罗康尔瑞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 罗康尔瑞给了何经杰一切物质的生活 却没有给他一份真挚的感情 两个人离婚之后 罗康尔瑞送了大房子给何经杰住 而且一直继续照顾他的生活 可是在罗俊成看来 父亲做什么也是无法弥补对母亲的伤害 罗俊成也是一个有骨气的年轻人 为了这个事情 他也拒绝到父亲公司上班 而是选择自己去外面创业 如今在罗康尔瑞公司当接班人 则是罗俊成的姐姐罗宝瑜 除了妻子一直无法接纳自己外 朱玲玲还有一个更加烦恼的事情 朱玲玲跟罗康尔瑞这对半路夫妻 也都是各自经历了人生百态才走在一起 彼此至今还是很珍惜这份感情 两个人婚姻也是非常幸福 可是生活的烦心事却是一个接一个 几年之前 罗康尔瑞的98岁的母亲杜立军突然不见了 杜立军本来一直跟着罗康尔瑞的当医生的五弟一起生活 罗康尔瑞的父亲罗英时也是香港的十大富豪 控制了三家上市公司 去世之后他留下了600亿的家族信托基金 罗英时总计有6个儿子跟3个女儿 罗康尔瑞排名老四 罗康尔瑞6兄弟之间本来就有矛盾 特别是为了当接班人 几个兄弟闹了很多 老大老二老三 大家各怀鬼胎 罗康尔瑞的几个兄弟 各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的能力也是十分出众 各自也都是事业有成 早年罗英时为了培养接班人 也是间接导致了几个儿子的矛盾 他去世之后 老二也因为早年跟父亲闹翻 而没有成为信托基金的受益人 同时 老大跟老六也因为贡献小 获得的权益比较少 于是在几年之前老二罗旭瑞前头 联手老大跟老六 想是偷偷把母亲杜利君从老五那里借出来 然后让母亲告了信托人汇丰银行 要求重新分配信托基金的权益 老三罗加瑞作为家族接班人 手段也厉害 他不断增加家族公司的股份 意图挤走其他的兄弟姐妹 罗加瑞一直自己在外面创业 他也是尽量不卷入纷争中 可是事已至此 他也是无法独善起身 如今这场内斗还没结束 罗加瑞跟朱玲玲的生活 自然也是受到了影响 一转眼 杜利君都已经102岁了 可是家族内斗还没结束 其实 罗加瑞跟朱玲玲也不年轻了 一个70多了 一个也60多了 前段时间 朱玲玲跟罗加瑞两个人语中漫步 还一起去商场吃雪糕 确实是非常甜蜜 不过生活就是这样 酸甜苦辣样样都是有的 如果生活没有苦 你就无法感受到甜 如果生活只有甜 那么你也不会觉得 甜是一种幸福了 对于富豪跟普通人来说 其实都是如此 有人羡慕 朱玲玲60多岁还是风韵犹存 夫妻感情也非常好 丈夫还是百亿富豪 可是她的生活也有烦心事 除了上面这两个事情外 她的儿子霍启山跟霍启人 都三四十岁了 可是两个人不结婚 天底下 每一个当父母的都希望 子女可以早日成家立业 早日解决终身大事 可是儿子不结婚 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是自己看开一些而已 朱玲玲跟一众港姐 一起为王艾伦庆祝生日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朱玲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 但是看起来依然年轻 这次出席的人还有陈法荣等美女港姐 可是朱玲玲确实不愧是最美港姐 六十多岁的她皮肤紧致 身材依然在线 看起来就是四十多岁的女人而已 可是朱玲玲还这么年轻 丈夫罗康瑞却已是百发苍苍了 上一次 朱玲玲带着罗康瑞 一起出席港姐决赛的活动 罗康瑞整个头发都白了 罗康瑞本来就比朱玲玲大了十岁 而罗康瑞常年忙于生意 所以压力肯定比较大 而且也肯定比较劳累 所以看起来要比实际年纪大一些 朱玲玲则又看起来很年轻 如今两个人站在一起 其实是满满的违和感 十四年之前 朱玲玲嫁给罗康瑞的时候 当时罗康瑞刚好是六十岁 不过那个时候 罗康瑞看起来还是非常年轻 可是如今不过十四年过去了 罗康瑞却老了不少 之前罗康瑞的白头发还没这么多 不过是一半一半而已 可是如今 罗康瑞整个头都白了 朱玲玲则是因为多年包养得当 看起来还是非常年轻 其实朱玲玲跟罗康瑞当年结婚 如今看起来到底是对是错 真的非常难说 朱玲玲跟罗康瑞两个人为了爱情 在年过半百之后还结为夫妻 其实这对于子女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罗康瑞的儿子 一时之间无法接受朱玲玲 罗康瑞的儿子 罗俊成之前结婚 就没有请父亲跟朱玲玲参加 罗康瑞又只有这个儿子 他肯定无法跟儿子断绝关系 如今 罗俊成的妻子也是怀念 朱玲玲的地位就更尴尬了 朱玲玲跟罗康瑞前几年 可以庞弱无人 只顾自己开心就好 可是如今他们却没有办法这样了 因为他们都老了 儿女也都长大了 朱玲玲嫁给了罗康瑞 霍启刚跟郭晶晶生了孩子 朱玲玲也没办法帮忙照顾 这其实也是一种遗憾 这些孩子长大之后 他们肯定也不会跟奶奶太亲近 毕竟人是讲感情的 他们小时候奶奶很少出现 他们长大之后 又怎么会常常念着奶奶呢 理论上 罗康瑞的孙子才是朱玲玲的孙子 可是他们之间却没有血缘关系 而且 罗康瑞娶了朱玲玲这个事情 一直无法被罗俊成接受 他的儿子自然也无法接受 其实别说是在豪门 就是在普通家庭里面 这样的半路夫妻走到最后 结局也是很尴尬的 如果两个人结婚之后 还生了孩子 还可以 这样两个人不管谁想走了 还可以有一个依靠 可是如果两个人原来都有孩子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又没生孩子 那么就非常尴尬了 假设朱玲玲以后先走了 那么自然有罗康瑞照顾他的晚年 可是如果罗康瑞先走了 那么以后朱玲玲一个人 该何去何从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